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是2021年9月10号星期五 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 今天中午跟大家聊天的标题是把过去埋在心里 不光看向远方 还是顺着昨天跟大家交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是冰火两重天的世界 一方面呢,我们经过两年八百多天的等待 八百多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如果都在纠结开不开 多少时间开的话 正好是跟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就有点自己给自己拖后腿了 因为呢,我们说我们相信他会开 我们等着他开 但是等着呢,其实你所需要付出的 就是把你的号保住 其他没有必要在每天去花时间去掰扯 因为那些除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消耗精神 产生各种不良情绪之外 正面的意义真是很少 因为我们这些所有的刚才上述这些举动啊 你也没有办法让他开的能快 能快一点 只是让你的情绪上能稳定一点 啊,思想上稍微明晰一点,不那么迷惑而已 但所有的这一切啊,都应该 如果你过度的啊,纠结这些问题啊 我就说就把这些还不如埋在心里面啊 把希望也好,信心也好啊 这些纠结的各种焦虑啊 统统的画个休止符啊 等待,应该是很轻松的一种等待 啊,不要这么累 我们 放眼看看啊,眼前和将来啊 就看看眼前啊,就看看昨天今天 看看这一个礼拜啊 这一个礼拜啊 这个币圈啊 发生了很多 眼花缭乱的大事啊 最刺激我们的就是昨天这个 就是DYDX啊 有人空投啊 就赚了一个亿啊 投入的当然也不少 大概和人民币有二十万啊 这个人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啊 好像是这个DYDX这个项目 我个人感觉 我自己也错过了 因为前天我才看到 别的群里谈论他的时候 我才知道有这件事 以前啊 就没有 没有印象啊 略微的见到过介绍啊 这一个之所以能拿到一个亿的人 他是从2021年3月份 刚刚有这个项目的消息的时候啊 就向那个项目方求证了啊 我看有一个人做的资料里面 他截屏啊 他找那个DYDX项目的客服 有没有空投啊 客服说没有 没空投的 然后这个人就死活就不相信 他说你搞项目 你怎么可能不赚钱呢 你想赚钱怎么可能不发币呢 你不空投你发什么币呢 啊 一个三连问啊 然后也就说很多人就被客服这句话就忽悠住了啊 他就始终相信会空投的 然后自己搞了一百多个号 后来就启动其中一百个号去录空投 他就不知道什么空投制度 说一个号最少可以录一千个币 那么昨天一个币是十优啊 现在就十三四了 啊 有的号多的 有的一个号可以录一 最少录一千个多的录几千个啊 也小小的提醒大家 你看客服官方都说没有空投了 结果最后还声明是有空投的 所以咱们在这个投资市场金融市场 千万千万啊 不要被任何的 说的什么东西所迷惑了 一定要从商业的本质啊 从利益角度出发 为什么我们认为有些事情必然会有 有些事情必然是假的 哪怕官方说的是白的 其实本质也是黑的啊 本质是在哪里啊 本质是大家都要挣钱 这是我们 为什么就一根筋的认定 他必然开往 因为开往是 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不光是我们啊 包括官网的那些人啊 包括那些反对开往的人 哎 其实一开完大家都会挣一笔钱 哎 那么所以说我们 始终啊相信啊 始终在等 但是呢 我没有必要天天把时间花在上面 我们之所以信心念念的啊 本质上还不是因为有一笔钱在里面吗 但是那个钱啊 开了就是我们的 没有开 他是梦里的啊 相信他会开 不是说就放弃了啊 就放弃了眼前还能挣着钱 或者未来还有的机会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过去啊 耽误了无数个 现在和未来 是吧 但是今天呢 不是跟大家讲什么具体的项目 就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的一些想法啊 想法就是 我们这个 区块链数字货币 我们说人类有史以来的 最伟大的一次创新啊 最伟大的一次创新 他曾经给无数人带来了无数的机会啊 这个机会里面 有些是陷阱啊 有些也是坑啊 有些呢 就是一场劫难 我们呢 遇到的正好是一场劫难啊 我们一定会劫后余生的啊 一定会度过此劫的 我们现在呢 经过两年啊 我觉得 我们至少心情啊 平静下来 情绪要稳定下来啊 不要在这个自己可以把控的时间范围内啊 还是要向前看 看到这个行业的机会 看到这个行业的未来啊 看到这行业的未来啊 做到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啊 两手准备 一边啊 把握着能把握的机会 一边在等着啊 心里等着啊 这样呢 我们也算是对得起这个时代啊 那么我们说像这种啊 这种空头这种啊 几乎也算是可遇不可求啊 但是有些呢 是可以求到的 有些公认的一些好项目 据说下一个要发币的叫OpenSea啊 OpenSea呢 是NFT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 好像是基础性的 呃这个 他的英文叫OpenSea O-O-P-E-N-S-E-A啊 直面看着就是开 开放的大海啊 这个那个 人脉王老师的课里面最早也是说了这个OpenSea啊 他原来从来没有发币的打算啊 大家可以这样关注一下 就这些呢 还是有线索的 只要你跟踪这个行业啊 你关注几个有价值的公众号或自媒体 或者你就跟踪着我们人脉王老师的课程啊 你顺着这里 这条路还是能够遇到一些金山呀 啊 可以有所收获的 这也不是完全的靠运气啊 有些 运气也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嘛 去年是前年 我们说那个Yoniswap 史上最大空头啊 一个人最少都可以拿到400U啊 那个我们大家都错过了 但后来接着 那个Mtoken钱包发过一次空头 发那个比较LON 是吧 我们很多人都捡到了 捡到了顺手 好像一麦 呃 我忘掉了 反正我当时拿到两个一麦 哎 两三千块钱呢 还是不错的啊 你如果像这种 有零路经验的啊 一般人空头就是拿自己的 一号去试试运气啊 头着头不着 有的人就把它做个视野 像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准备了一百多个号去 一次就成功了啊 一次掳了一个小目标回来了啊 就说未来呢 这种空头可以关注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空头都会让你挣钱啊 一定要关注这些 货真价实的啊 呃 这些空 这些能发大空头的 他往往都是一个潮流 或者一个板块 一个概念的龙头 有你死瓦普 他就是去中心交易所里面做的老大 啊 地外地差 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玩法 元宇宙啊 这个目前是最火的概念啊 open c也是 nft里的老大啊 这些都可以长期关注 但是千万不要啊 那个动歪脑筋啊 这也是我们经常啊 普通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啊 比如看到比特币两千万倍了 以太坊几百倍了 然后把所有的币都认为是第二个比特币 或者第二个以太坊 啊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想法就 这也是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规律啊 只要这个游戏被玩火了啊 就是这种套路 这种赚钱套路 玩火过一次 那么第二个还能蹭个热度 第三个基本上就玩不起来 比方说像UNISWAP 在去中心化交易所 UNISWAP去中心化交易所都快两年 啊 一年半的历史了 那后来跟着他上来的这 寿司寿司啊 还有那个币安智能链上的薄饼啊 薄饼他的平台币叫贝克 是吧 啊 还有个面包 面包叫贝克 薄饼叫cake啊 cake就是蛋糕的意思嘛 那都走红过啊 但他有没有空头不知道啊 呃 再往后 有些就很难做起来了 比方说火币生态链 他上面的 那个去中心交易所叫MDX MDX这平台币 在火币上上了也有一年了吧 从五块几日跌到不足一块啊 这两天才慢慢的 磨磨叽叽的涨回来 才涨到一块几一块九啊 最高涨到两块 啊 就没有像UNISWAP那样啊 昂首科普几个月涨几十倍的 就说呢 这些啊 一定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你认得一个赛道啊 而且就是有创新的 以前没玩过的 有实力的啊 你值得一搏 值得一搏啊 你要是能说是这个是以前啊 这个就是以前哪个谁 哪个谁 哪个谁 完了 你要举出三个例子 都是一样的 人家已经走红过 那你这个绝对 红不起来啊 就不值得花精力 花钱去赌 是叫对这个空头的看法 当然空头 现在有很多空头是骗局啊 有一段时间 我的几个B群里面 天天都有人发各种空头 不排除 有些就 发了一些骗局出来啊 呃 我们说空头 真假的 应该 信息应该直接来自项目方啊 一定要从项目方 而且那个 必须是项目方 有正规的官网啊 最好 如果是说DeFi的话 那个合约 必须要经过安全审计啊 必须要经过安全审计 否则的话 你怎么知道啊 他有没有木门啊 也叫木马 或者按门啊 你 你去抢空头 OK 你授权 然后结果你钱包里的币 全部被人席卷于空 啊 这种骗局 就发生过多次啊 现在还不能说 完全杜绝 所以说这里提个醒啊 不能 想着暴力的时候 你要被暴力所诱惑的时候 一定首先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本金的安全啊 虽然这种空头是本小利大 有的是不花本 有的就花个手续费 但是这里面陷阱也是非常多啊 整体思路就是一定要只追逐那些高大上啊 走在前前端的没有被人玩过的玩法 你值得搏一搏啊 以及走红过了的 比方你现在在说什么NFT 如果又不是头部的 莫名其他帽子 或者又搞出这个slop 那个slop的啊 你就看看就好啊 不要轻易下手啊 都不值得关注的啊 就是说空头是这种是可以值得一步 而且是本小利大啊 搞对了还是收益不错的啊 而且这种机会比较多 但是你一定要在圈内啊 一定要在 一定要在他这个圈子里面啊 不要去跟那些啊 资金旁呀 拉人头的远远的离开那些空气的项目啊 或者说是国内人搞的访盘什么的 就进而远之 那么这个币圈里面最常见的啊 一个是炒币一个做合约 我觉得这个呢 就应该慢慢的从这个世界淡出了啊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他不挣钱啊 表面看起来挣钱 其实最终挣不到几个钱 为什么呢 这是讲个大道理啊 我们要挣的是可把握的钱啊 挣大概率的钱 挣趋势的钱 挣潮流的钱 不要去挣那种啊 费尽心机又挣不到的钱啊 炒币就属于这种 费尽心机不但挣不到 还让自己随时会破产的 比如说做合约就属于这种啊 合约呢 我们说他有杠杆啊 杠杆呢 杠杆是双刃剑 双刃剑 他一方面放大了你的收益 同时也放大你的亏损 他是双刃剑 你以为这把能一下子挣到十倍的钱 结果没准 人家一个插针就把你消灭了啊 因为这个币市现在没有监管 交易所特别喜欢玩反向插针 前两天那种暴跌 好像直接爆仓了几百个亿 再往前几天那种五里头的走势也是经常你看就一下就暴藏了啊 多头暴藏五十个亿去把空头暴藏一百个亿啊 交易中心化交易所就像个屠宰场啊 他屠宰的就是这些做杠杆的 而我现在看到有些人玩杠杆卷一出手就是七十五倍 听着都吓人啊 按照前天这种走势 哪怕你是五倍的杠杆也已经爆仓了 也已经爆仓了啊 所以这种险的钱啊 投机的钱啊 不值得花精力花钱去博啊 因为大多数人你大多数情况是博不到的 啊在传统的金融市场啊 股市那些股王啊 那些投资的股神呢啊 也不多也不多啊 是有的啊 期货市场也有外汇市场也有 但是尤其是外汇市场这种啊 很难被操纵的那纯靠技术啊 那大多数人也是挣不到钱啊 挣到钱的也就是百分之一二 那么说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精力了 我说过你就像你到那个 我们PT很多人不是花了两三万块钱 到广州参加那个牧牛区块链学习 那个学习课程讲得很好 但是那个你是学不到的 啊因为这是个经验式的操作问题 还要加一些创意的 是啊这个例子我多举几遍 哪怕你烦了之后产生逆反心理 也让他记住啊 所谓的炒作的艺术啊炒币的艺术 它不是像你花千把块钱去学个挖掘机啊 学个驾驶证 我学个厨师证 那个你花了时间和钱 花了时间啊 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你把证学到时候多多少少 可以炒的炒菜的水平比以前大有提高了 你要学挖掘机到蓝祥技校山东找蓝祥是吧 你学挖掘机出来一个月几万块钱 你就可以挣到了 你就可以挣到这个钱了啊 那个学费再高一万两万或者七八千 因为这种操作手的技术啊 大多数人严格的按照教练的指导 严格的按照指导去练习 经过一段的时间都可以掌握 但是啊 这个投机的这门技术 太不适合所有人啊 你十个人去学啊 有的人啊 半年啊 极少数的 有的人十年八年 永远在赚钱之外啊 什么叫赚钱 我们叫持续的盈利水平 叫他能赚钱了 你要说今天我这个币抓上 哇这个我买了个比特币 哎一下话就赚了两千个点 或者比特币四万六 我抓上第二千起来 他五万六 哎一个币挣一万 这不是你的水平 这是运气啊 这凭运气挣来的钱 一定会被你的水平赔光的 但是很多人认识不到这 所以说呢 逐渐的啊 这个炒币这事啊 你能炒会炒 你就炒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从炒币上 持续的挣钱 基本上就不要在这里努力了啊 其他的有人拉你到炒币的群 或者有群里有人吹吹牛逼 他炒币这把做啥挣了多少钱 你看看就行了 那是他的本事 但不是你的本事 而且是你说掌握不了的本事啊 一定要有这个自知之明啊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这个太重要了 任何一个挣钱都都不适合所有人 而炒作和做合约这边 就不适合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都是在里面赔钱的 那我们要站在一个大多数人的角度上啊 我们要承认每个人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普通人啊 你可以羡慕别人 但是千万千万的 你要有自知之明啊 你适不适合 不适合 我们就看看热闹就行啊 因为啊 在这个币圈挣钱的倒多了啊 而说实在的炒币和做合约是 离赔钱更近 离挣钱很远啊 什么离挣钱近一点的啊 我们以前说啊 那个1.0是哪 囤币 你囤币你的囤队啊 你囤了比特币啊 你要是十年五年前 你囤了比特币啊 两年前你囤了一台 都不行 但是你现在你说 哪个币你敢囤吧 没有几个 好币一上来 就涨了十倍百倍了啊 烂币你也见不着啊 或者你见着 已经把你消灭了 那么现在我们说 一个比较大的赛道 这是DeFi DeFi是比较稳定的 但你也得把它分清楚 真DeFi假DeFi 啊 比如说现在 我们前两天 涨了两个热门上 一个叫红心币 啊 一个叫飞度这个平台啊 他们都是在DeFi 这个圈子里的啊 DeFi的币啊 你你不用去炒 你只要合适的时机弄着啊 他就细水长流的 这里面 DeFi里面的陷阱啊 给大家也讲一讲啊 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听我课的人 我们第一次遇到DeFi 啊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比较伤心的回忆了 啊 是哪个就是那个大姨妈 是吧 大姨妈啊 这到今天应该整整一年了 我们记得是去年 呃 九月 碰到这个信息的啊 信息 也是一个空头 是吧 当时呢 是在七月到八月份啊 DeFi这个概念 红火起来 就因为他贡献了一个代表作 神话故事 就是什么 叫大姨父啊 大姨父是在五十多天 不到两个月 涨了一万倍啊 然后很多人产生一个错觉啊 那就是二姨父 三姨父吧 所以当时火币上也有二姨父系列 三姨父到五姨父啊 二姨父也不错 大姨父涨了一万倍 二姨父好像有两三百倍呢 啊 二姨父现在还四千多优的价钱 曾经最低接到七百优 大姨父最低接到一千多 现在还是三万多 当时其他的五姨父到哪去了 名字都改了 是吧 那我们大姨妈 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啊 当时为什么敢做大姨妈 他流通盘六万啊 因为大姨父二姨父都占一个这个好处 就我流通盘很小便于炒作 而故事很吸引人啊 就是故事很简单啊 你讲就是五十天一万倍啊 是吧 很容易让错过第一个的人就追第二个 所以二姨父也红火过 大姨妈他的概念也是照抄袭的大姨父的概念 他的叫什么叫叫叫叫聚合理财概念 然后盘子又小 然后他是众筹的啊 众筹的当时我们叫众筹的时候介入的啊 众筹就是你一个以太坊啊 然后他开头说发一百个 后来发不起了 一个以太坊发二十七点五个 对吧 而当时以太坊的便宜 好像在三百多优一个以太坊 不到三百优 和人民币两千 两千三四啊 这样算他的成本 你众筹的成本是十二点五优吗 对吧 不到一百块人民币啊 当时我们为什么众筹是跟大家宣传 就说这份值得一赌 你一个以太坊不到三千块钱啊 你赌赢了啊 你可以最少赌个十倍二十倍 赌输了 就是你能赔得起三千了就玩 当时众筹的时候参与的人不赌 我们也没想到 后来他众筹之后啊 一开盘 他是在优利斯瓦普上开的啊 当时吹牛逼要上火币上 火币就否认了 上OKOK也否认了 现在这些回想这些细节啊 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很多啊 然后他刚上的前一个礼拜 在优利斯瓦普上 并没有直接涨啊 最高涨到二十 很快就跌到七八块了 然后后来就稳定了 后来是为什么就涨了这么快呢 是因为有一个团队啊 那个团队领头的人叫海东青啊 我不知道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 海东青建了个小群几十个人 而且里面看这些人是个团队 而且配合很默契 就是打鸡血 就说这个万贝币是吧 当时我们也激动了 我们觉得终于啊 好像有种井冈山和会师的感觉 碰到了一些另外一拨人 也看好大姨妈的人 所以当时啊 我们天天啊 在宣传的时候 也很多人就加入进来 但是这一拨人呢 就好像在大姨妈涨到一百多 有的时候就跑了 然后他们又去做了一系列的 什么大一工啊 什么大表书啊 他们的套路就是建一个群 进入逼出去 涨个十倍就放了 然后就搞下一个啊 因为这个后来海东青不是被人告了吗 我们说然后这些人走了之后呢 大姨妈最内波涨到两百 又掉到一百多 这时候才是有道同志 他是跟海东青一拨着 但是海东青他们走着 他没走 然后留下来 我们继续喊单大姨妈 什么这时候因为大姨妈 你一百多有也涨了有十倍了 啊 有很多人这时候进来 再有一些慢的人 这大姨妈我记得是在 十月二十号之后开始加速上涨啊 最猛的那一天应该是二十 二十七八话 还是还是十十月底啊 啊 上午从三百多油下午就涨到了八百油啊 八百多油第二天 回到七百多油 横了三天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往下跌 那时候 很多人就包括我本人也是被胜利冲昏的头脑啊 我们当时掐指一算就是他要是涨到人民币一千多块钱就是和美金两千优啊 应该是可以的啊 结果他那一千都没上 但主要是时间这一波拉得太猛了啊 拉太猛了 我本人是上市的警觉的上市的警觉的 那当时很多人就是非理性的就进入进来了啊 进入基本上都是高位的就套住了啊 都都觉得他在这里高位是盘整啊 盘整完了还会上涨的 因为人气如此之高是吧 而且当时呢大姨妈的生态还是很完整的 对不对 你到现在也是看不出毛病 但是项目规划挺好的啊 他还有他有官网呀 你一些什么移工表述的没有啊 官网上那个生态都是很完整的是吧 还有预言机呀什么都听好的 但是他的资金迟撤了啊 项目方撤池子了啊 撤池子这个事是最忌讳的 到现在碰到DeFi多了 到现在可以单独划重点啊 千万要防止项目方撤池子啊 当时撤了池子我们也没有不以为了 我个人觉得撤池子说明这个 不用项目方去撑这个地价了 我们我们共识已经达到了 所以项目方放心了啊 结果没想到一个后来慢慢的就是阴跌啊 就涨不上去了 过两个礼拜他都是一天跌一点 涨涨涨涨涨涨你不知不觉的啊 你横盘你横一周就已经过度了 他横两三周之后慢慢的慢慢的跌 跌到你看六百五百五百三百二百二百 很漫长的我记得到长州开会的时候他还在一百五以上啊 长州开完会开始往下砸盘那时候我们才慌了啊 那大家人心也乱了是吧互相指责互相慢慢都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在哪啊 他当时这个币不是说我们PT的人操作的啊 不是我本人操作我只宣是喊人又外围的 而且他外围的那也是大家都是普通的参与者 都不是项目方也不是操盘手 包括最早的海东清他也是喊单的啊 他们后来如何炮制有些不排除他们自己起的盘子 比方说大一公啊 大一公一直是啊二十又上到四百又跌到二十又长期不涨 后来居然还啊跟大姨妈挂在一块在游烟机上上了 是吧 到了今年应该是二三月份看到一份警方的报案资料啊 上面就指责这第一个他们举报了几个人 就是那小群里的人啊 有海东清还有两三个啊 都是我们不认识的啊 不是我们PT的人 他们说他们起起了盘子叫大一公啊 上面也也说他们也就什么大姨妈什么 说这个没有后果没有没有下文啊 这是我们碰到第一个地方啊 但是从里面可以学到的东西啊 长的教训很多啊 如果我们在这上无意中啊 因为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新手啊 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上面不长教训 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情啊 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两次 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吃一嵌长一智啊 你在这方面摘过跟头吃过亏 你下次碰到了一定要进而远之啊 从大姨妈上我们最忌讳最长的一个客 就是项目方撤池子的问题啊 项目方撤池子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就是以后怎么杜绝项目方撤池子 你杜绝不了 一般呢就是 他这个DFI呢 我们说都是各种的协议啊 都是跑智能合约的 就他的智能合约一定要经过 靠谱的安全审计啊 我们当时做大姨妈很红火的时候 也有一些人比较谨慎的啊 去问了这个任何王老师 任何老师就提这个问题 说这个他也没有经过安全审计是吧 我们当时说没有确实没有啊 但是看他这么红火 我们把这个问题也忽略了 地赛的底线啊 你的合约一定要经过 就是说你经过了靠谱的 我们说四大啊 有临终啊漫物之类的是吧 呃区块链的 区块链的安全审计 他主要就审计 你这个智能合约里面 有没有啊 比方说啊 只能买不能卖啊 这也是害人 只能买不能买啊 单向的这种按钮 还有这个项目方 有没有可能去 随时撤池子呀 这些做币的手段啊 这只是个底线啊 保证他不坑人不害人 不能保证他 你这个币必然会涨 必然你赚钱 但至少不让你遭受这种 无端的意外的伤害 尤其啊 这就是类似骗局一样啊 项目方一池子一扯 几百块钱的币 再也弄不上去了 就慢慢的自由落体 打开那个UNIS 你打开那个TP钱包 因为TP钱包 它有归类的啊 热门币什么 资金量排行 新币排行 你把那些上 上了优秀 Swap 三个月以上的那些 货币都打开 你看到曲线 大多数都是刚出来的时候 一个猛冲 然后后来就从高点 慢慢的慢慢的往下掉 往下掉 最后就好像是啊 逐步的朝归零的那路在走 所以你也看到那个 应该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第一赛 这概念最红火的时候 那么就冒出了一堆啊 涉嫌诈骗 或至少是坑人的项目出来 或者坑人的项目方啊 那么这种现象一定会发生在 现在正热门的概念 比如说元宇宙也好 NFT也好 一定会的啊 大家碰到这些越热门的啊 一定要擦亮双眼 一定是在要有个大量讨杀 杀利淘金的概念 不是不要见到每一个啊 不要像小磕头找妈妈 碰到一看的这元宇宙就扑上去 那一定会受伤 而且伤得很重的啊 那么我们回头啊 我们说这个DeFi啊 DeFi现在是主流的 就是说大家慢慢的离开这个炒币 或者说合约啊 因为炒币做合约 大概率大多数人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赔钱收场 那么DeFi呢 你要把这些大多数物 这些打着DeFi幌子的假DeFi假挖矿排除啊 找到那些真实的去啊 耐心的啊 可以挣到钱 埋头挖矿 这DeFi里面的能挣钱的太多太多啊 包括我们PT的人很多都给我介绍了一些 主要我精力过不过来啊 都是所谓的流动挖矿也好什么的啊 都挺好的啊 那个那个钱赚的有稳当有轻松啊 你不用担心他官网 不用担心你挣多了钱被延伸不快 因为他去中心的啊 也不用担心他官网跑路啊 你就每天提取提取啊 提取收益就行了啊 有的DeFi我们说有的DeFi 大多数DeFi是不带推广的 有的DeFi是带推广的啊 如果他这个真实的 我们说真实的就是具备 自己健康的造血功能的 真实的盈利平台又再推广 那何乐而不为啊 正好把我们PT很多人这种 优秀的团队领导人的潜能发挥出来了 是吧 我提醒过啊 这是一定会有人啊 用最华丽的外衣啊 最新颖的概念 炮制一个啊 诱惑你啊 表面上是如此如此的暴力 要用就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什么你要什么有什么 你现在不最红火叫元宇宙吗 哎呦我元宇宙 你不是NFT叫我NFT 你不去中心我也去中心啊 你是啥我这都有啊 而且我还带带模式 哎 我说给大家举过两个例子啊 都是这样都已经做垮了啊 其中一个是四优起步啊 三个月干到四十多优啊 那叫单币算力挖矿 就他本币出他那个叫什么币 反正我们就设个X币吧啊 他挖出来还是X这个币啊 但是他带那个推广的模式是十层的还是多少级的啊 那个那个模式你一看比PT都不好的 所以对人干的热火朝天的啊 全国在那时候还没来疫情的时候 前半年寻回啊 各大城市寻回推广 然后我被推广了一个号 我就瞧猫的在跟踪 结果半个月就四十多优先掉到二十多优哈 又过半个月二十多优调到了四优啊 看那个群里面也就自行就解散了 没解散了也没人在说话了啊 少数人在打鸡血 这样的事情挺悲惨的 我只是庆幸幸好当时没有把这推广给大家 不然的话那完蛋了 他可以想象的恶果是啥样 就是说一定要一慢二看 然后算通过啊 研究清楚 研究研究 怎么去研究呢 就是我们这两年来拜扯的一个核心的 任何项目 你不要管他吹的什么概念 看他能不能挣钱 就是他项目方能不能挣钱啊 他不要挣我的钱是吧 他项目方能挣钱 然后我属于入股了 我们能我们一块 他之所以忽悠我进去 是大家一块能挣更多的钱 我分到的一定是他挣到给我的 而不是从我拉来的人的挣来的 这些基本逻辑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个基础上啊 如果能带模式呢 最好不过拉是吧 非都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就是用费尔巴费 他每天分到你要推广收益哪来的 他是根据 每天他挣的钱 拿出十分之一去买他的平台币 然后分给这些参与推广的人 而你参与推广 你能分到多少 跟你两个系数有关 就你在这盘子里占的份额有关 那跟公司一样的 他按资分配 按占的份额分配 所以有的人底下啊 你推了多少个 哎呀 没有用 挣不到推广费啊 因为他是无限在大小区的啊 其实就是大小区 其实就是带那个叫什么 烧伤的啊 无限带就不分层级的 你跟什么CX远远扯不上标 你就是各方面 看他就是真实造训啊 安全可靠啊 审计报告都可以查询 所以我才敢敢跟大家推广 当然有点大家不满意 不是他挣钱呀 啊 年化单币才百分之五十几啊 那种算力啊 五百四天才 二点几倍啊 百分之二百几 因为我们那个PTI 一个月百分之二十 这兄弟们 我这要提起 你又要犯错误了啊 看任何项目 不要去看收益率 收益率只是个参考啊 所以只要是正值就行啊 收益率越大 越刺激越危险啊 不要被暴力的外衣迷惑了双眼 只要他是真实的造学的 我们要挣的是细水长流 稳定的富力 是不是啊 啊 那种 我们说有一天千分之三啊 那是我们PTI啊 有那种一天百分之三十的啊 三天翻翻的是吧 以前我们给大家举过例子啊 三天翻翻 结果不到两个礼拜就崩盘了 叫什么 好像跑在播 叫播场钱包是吧 那是去年这时候玩的 去年七八月份的事 跑得最快了 真是三天就翻倍啊 大家在玩嗨了啊 在一个礼拜 网站打不开了 人家也号称是智能合约啊 但那个智能合约是锁仓的兄弟们 啊 你把播场币打进去 啊 你一下子提不出来的 盈利是可以提 但是他那个东西 他自己可以官网的啊 没有经过 他所谓的也经过的 审计单的审计单 没有看啊 也看不懂 所以还是多长个心眼 其中一个重要的心眼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被暴力诱惑啊 那这个钱是安全稳定的 啊 你就多花点时间去证呗 你总比那个 还没两天就崩盘 跑路或者官网的靠谱多了 是不是 那就跟我们以前说那个啊 我说这币圈的啊 很时髦啊 在潮流之上 那么潮流之外的 我们说传统传统的金融 传统的最靠谱的金融 应该是外汇 但是现在外汇和区块链 待遇是一样的 大家文汇色变 文链色变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两个领域里面的假项目 假盘子 割韭菜的太多太多太多 为什么太多 因为啊 他曾经创造过财富生活 那么很多人 就一头脑杀进来的时候 就奔着暴力而来 没有任何的认知 没有任何的学习 就奔着暴力来 你肯定要被别人收割 被别人欺骗的 但是他本质 这里面是有黄金的啊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金融啊 我们说外汇也好 外汇和区块链 你想挣钱就 又不想 你又不是不想 谁都不想啊 就说外汇 炒外汇风险很大 对不对 没有我没那水平 那区块链我炒币 我风险也很大 不光是我的水平不够 而且这个交易所谓坏透了 动不动插针啊 是不是 你说前两天那个跌是为啥 能讲得清楚吗 跌就跌吧 这些莫名其他涨 涨是为啥 没人给你个道理 谁也没 谁也没那个水平去把握 那么好了 那么有办法的 是吧 我们说DeFi好啊 DeFi就是如果健康的啊 科学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好的理财方式 外汇里有一些啊 靠谱的操盘团队啊 值得你信赖的啊 经过长期时间考验的 是吧 结果有人说这个怎么 一个月才百分之五 哎呀我们当时一天的百分之五呢 兄弟别说这个话了 你那百分之五东西给我打开看看 对不对 所以啊 这时候我们应该还是要讲个基本概念 挣钱再以细水长流 远胜过一夜报复 所谓的一夜报复 大多数是让你倾家荡产的 而细水长流的 你看不上的 最终才是让你真正的走到了幸福彼岸 今天这些主要是讲的投资理念啊 就是说以后大家如果 想赚钱是有几个基本的思维框架啊 交了这交了这方面的内容啊 嗯 今天时间首先就聊到这 最后还是祝大家心情愉快啊 谢谢 谢谢